深夜 花蓮縣教育處長李玉仁 在兩名調查局人員陪同下 來到地檢署接受覆訓 面對盡頭相當低調 同樣低調的還有他 花蓮體育會理事長汪景德 面對盡頭直接以包包擋臉 然而有無涉案又被冤枉 這可不是當事人說的算 因為就在10號 花蓮地檢署指揮高雄市調查處 調查局東部機動工作站 前往教育處 體育會 以及兩單位員工住處 等多處進行搜索 同時約談李玉仁 汪景德等10人 因為緊要懷疑 這裡頭有人可能從這建設案中 收取不當回扣 汪景德理事長 這次上個月24號 縣府在旅館廣場舉行 由縣府教育處和花蓮體育會 共同承辦 支支5000多萬元的 水上運動訓練基地 動土典禮 當時包括李玉仁 汪景德等人 都有出席 沒想到兩個禮拜後 相關人等就被捲入採購弊案 並且認為 教育處理性處長 以及汪姓 花蓮縣體育會的汪姓醫生長 已是犯罪嫌疑重大 有勾串症的共犯 以及湮面整體之余 向台灣花蓮體育法法院申請擠壓 其餘人員分別以5萬元 10萬元 支付10萬元 不等的金額交往 被深壓的李玉仁 在教育處從基層坐起是縣服守衛 從教育處事務官 拔卓執身處長表現良好 由於花蓮縣 10月將承辦全民運動會 在此之前 卻爆出有官員捲入採購弊案 宜蘭運動會還沒開始 就先蒙上陰影 接著有其他研究員 花蓮報道